下面继续来看的是 东南町公司推动米兰小镇的门庄级位 并推出到各省物小米昂布兰尼 现在公司也发挥創意 利用本地都市的车站公团 设置到3D图 用的是各省物小米昂布兰尼 比山西来堆载 要邀请民众做会成功到各省物 也体验到3D图卡苗的所在 外边上就是东南町推动到米兰小镇 行销级位的各省物 小米昂布兰尼 它搬到海底比山西来堆载 总控是很危险 小米 我们在这里啦 这个模拟总控就是东南町公司 在东南町村设立的3D图 在这里也表示到好个同好那些围地 只去不借民众提供 民众站在外堂里面 并对管管的所在看下 就像在大海里面的同样 里面有我们的几小路就是 小米跟布兰尼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米兰小镇的几小路 所以这个特意营造一个很紧张的气氛 就是鲨鱼在追赶我们的布兰尼 小米在救我们的布兰尼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供给很多我们 在这个乡亲过世后来的游客 大家可以那边取个纪念 然后进而呢也认识了我们大连的 兄弟跟布兰尼这两个很可爱的迹象物 大连顿公司标示 这就是正处到文件会 文从三业七百万的经费报作 并运用到部分的经费 在大连车 大连车 大连车是不是 和大连车 麦大连 里靠益上 来几位的复合推动 米兰小镇主地的异象鬼鬼 利用的车站空间 很低都是 所以特别在的你们家 出出地立的车站公团 鬼位的三地图 除了中点的车站文明 也会在行销的 米兰小镇的推动各位 三个视频各位 欢迎订阅 大连车 彩虹报道